观众朋友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世界各地的精英来到美国 给美国带来了智慧 带来了活力 带来了财富 如果没有移民 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 现在我们调论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移民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来三位嘉宾 来一起分享一下 移民给美国带来的贡献 同时移民又给美国带来的困扰 和保守主义的移民观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你说移民带来了智慧 带来了财富 带来了活力 对吗 然后我就想举几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说带来了智慧 美国从 我查了一个数字 从2000年来 美国得到的诺贝尔奖的得主里面 40%都是移民 所以你可见他在美国 在这种科技上面 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而且你看在加州的硅谷 那么一个生机勃勃的行业 你到那里面去很多都是印度来的 中国来的工程师 然后他们有的都是自己创业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如果硅谷没有这一批移民的话 我觉得他不可能建立如此的辉煌 还有我觉得还是从文化层面的 你比如说你在美国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文化节 或者是国庆节什么的 各国的人民都按照他自己的风俗习惯在庆祝 就比如说你5月5号 墨西哥的Sinkhole的Mail 对吗 然后你到了圣诞节的时候 那个犹太人过Hanukah 他们叫光明节 然后你到有些大城市 你就可以看见里面有什么小意大利城 什么德国城 还有丹麦城 还有日本城 当然China Town就不用说了 我就觉得这种文化的多元 给这个国家的确是带来了很多的活力 然后我觉得它的创造力也是从这来的 因为你就是有很多的exposure 你看了很多世界各种各样的风俗 美国对外就是很多人把美国叫 The Nation of Immigrants 就是说这个国家是移民之国 所以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问题 就是说Who built America Immigrants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移民对美国的贡献是在各个层面上 因为这个国家的大脑或者是宪法也都是移民来 这些人从英国来 从德国 从爱尔兰 那么所以它这个国家 从移民建设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是没有移民是不可能有美国的 特别是它的价值观念 也是移民带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其实说某种意义上讲的 Everybody都是Immigrant 所有人都是移民 那么因为它主上推三代四代 它都是从或者欧洲全世界各地来的 所以这里谈不上谁是主人 谁是客人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永远是在流动性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移民对美国的贡献 刚才海奇也讲了在各个领域 那我们今天作为亚洲人 作为中国人 能坐到这里谈美国这个移民 其实也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宽容和多样性 那咱们知道这个任何一个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的多样性 我说在一个多样性的情况 它有生机 它有力量 因为这个文化总是有个核心的东西 然后有多样性 如果失去核心的话 这个多样性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想想为什么那么多移民 那么多人就包括我们几个 都是移民来的 为什么会到美国 我们为什么不选很多很多其他国家 对不对 就由于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表面东西呢 是它灿烂的文化 它的富强 它的optunity在这里 但实际上drive它最根本的东西 它的foundation的话 我觉得是什么呢 是在于美国的那个立国的基础 为什么美国就要比其他国家强大 不是没理由的 它关键在于什么呢 它的保守的基督教 或者叫基督教的保守主义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才有了三权鼎立 这个是个基石聊 我觉得是移民来美国 你当时想啊 就是最早期来美国的移民呢 它实际上它是追求价值观的 而不是追求它叫什么致富这个问题 咱们说五月花号啊 包括最早去 它是政治 它是在它的原来中主国 它是被迫害的 它是追求一种freedom 所谓的自由 宗教自由也是自由 是自由的核心的问题 信仰自由的问题 所以美国之所以成为 就是很多移民相继 蜂拥而来的地方呢 除了它的经济的这个繁荣 给大家提供这个opportunity 它还有另一层 就是它是一个独一无二 特别特殊的这么一个国家 美国的移民也是创造了美国 我记得托克威尔写 那个美国史的那个著作当中 他就说在五月花之前 已经有好多人来到美国了 但是那些人 他都是利益驱动来的 然后五月花这一拨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驱动 因为我希望建一个山巅之国 他怀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来的 他给美国的DNA 打下了一个深深的一个烙印 所以就是移民 他真的也在创造了美国 同时又富强了美国 你要从这个social experience 就是社会实验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是欧洲这个 等于说是文艺复兴以后 启蒙运动 包括后来的反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天主教的运动 新教 就这个到了一个实验田 就等于说这些人跑到美国 重新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是更合乎人性 更有关爱精神 更多元化 更有博爱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基督教的保守主义 创造了这么一个美国 我们其实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强大 那么现在移民问题的话 这个移民进来是wellcome 这本来是一个移民国家 但是我觉得不能请示 这种这种fondation 美国如果真正的这种fondation 一旦被请示的话 以后美国不叫美国了 因为他的那个价值观 drive了你很多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一个公司也好 一个家庭也好 一个个人也好 我们仔细想想 是不是他的价值观 知道了很多东西 他是美国精神的 就是辛勤的工作 精神有信仰 然后呢 就是然后呢 再捐赠给 就把这个再捐给church 然后呢办学办 所有的哈佛什么耶鲁 都是这些人建的 非常有情怀的人 可不是一帮人到这来 就想赚钱就走的人 不是这样的 是非常有理想的 而且非常聪明的人建立的 所以呢 以前来的人是这样的 第二波再来的人就说 I want to be you 我想像你这样子 看见没有 这个价值观很想 就是说我想学你 你就tell me how to do it 因为什么呢 这全世界当时他认为 只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opportunity 而且不光是有这个机会 还能使每个人达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prosperity 就是大家一起富裕啊 那这里根本的问题 就是早期的移民 他是我想跟你刘兵一样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 我跟你一样 你东西我都学 所以这个是早期的移民 是什么 I want to be you 而且我感到很自豪 作为美国人 trait your country as your home 就是把这个国家做成跟你家一样 如果是这个理念成立的话 就是这个国家就是你的家的话 咱们后面讨论的问题都解决了 对 是 所以就是从美国的先驱开疆拓土 那个时候五月花船开的前一天晚上 好多的英国他的亲人一起送到码头 去旧以后一夜 然后船即将开出去的时候抱头痛哭 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就是这个一个状况 他就怀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 信念来到了这个国家 然后开始了 他的那个火种开始点燃 点燃 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和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一直好像延续到了 听一个朋友讲 他说美国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 应该是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你没看到 你那个朋友这么讲是有道理的 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以后 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开始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问题咱不说 先不分析具体来讲 就是说他这个社会突然突然 过于多元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基督教文明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文明呢 就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 他已经变得就是他太文明了 你知道人到文明到一定程度上 他碰到一些 他没法 他不到怎么做 他只能退 就是你来到我这个地盘呢 我没法去驱逐你 因为我驱逐你 我就变成了好像无人性 我就变成好像政治不正确了 那我怎么办呢 惹不起哥们我走 所以就变成了大撤罪 从那个时候很多那个 很多美国的镇呢 原来那个镇中心的 很多都是白人在这住 他们就开始撤 他就往郊外走 这一块地方 比如从第三世界来的人 不到一年就把它变成第三世界了 原来没人敢这么说 我今天是说了一个禁忌的话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 从第三世界来的这个群体 他就会把他占领这个地方变成第三世界 这不是美国 你去欧洲 我去年去法国 我到了法国 我朋友说 这个区你不能去 那个区不能去 我说为什么 那个区是什么什么国家来的 我一看不能去的国家 全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没有一个人说 这是瑞士人的这个地盘 你不能去 或者这是英国人的长居的 没有 咱们这里不是讲种族主义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你老家的地方全都原来是你老家的人 文化都习惯 突然间来一批外地人 人性上角度来讲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他是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如果接受的情况是什么 是这些人来跟你学 过你一样的生活 可以过 如果这些人来之后说 你先走吧 你就要穿我的衣服 吃我的饭 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就是文化冲突 或者再严格一样的讲 都不是文化冲突 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 但是在左派里头 文明是不分高低的 都一样的 所有文明都平等 这个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是所有文明都平等 你干脆给你弄的部落去生活 他们不会 他们一天就会跑回来 其实我经常在想 咱们全世界197个国家 其实197个国家 可以把它理解成 197个俱乐部 如果就是我想加入这个俱乐部 首先我要认同他 这个是旅游俱乐部 那个是射击俱乐部 那个是舞蹈俱乐部 首先我要喜欢他 我要认同他 这群人的一个主体的价值观 但是这个俱乐部呢 你也要去选择进入的人 对不对 他会不会玩游艇 他会不会射击 对不对 也有一个互相的选择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几个大的移民国家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前面三个国家 对移民 都是要求蛮高的 都打分 都打分 他都是要求一些很精英的人进来 美国 美国 美国其实是很不爱的 每年进来合法移民是一百万左右 一百万左右真正的就是技术类的高素质的人的比例 其实并不太高 我还是这样讲 一个国家跟一个家跟一个企业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个人来说 我非常反对一种自由的那种乌托邦的那种理想 理想主义色彩的这种政党或者这种理念 他一定会把国家弄得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不像我们试试看 如果外面有很困难的人 你只要把你家门打开 所有人愿意住进来 你家三天就crash了 公司也是这样子 本来是一个盈利的一个机构 你说没工作都到我这里来 我管你有没有这个 就是有没有就是skill set 你都来工作 那你的公司肯定就完蛋了 所以我是觉得你 你在run一个国家的时候 在管理一个国家的时候 不能以那种虚无主义的 这种乌托邦的那种自由主义 来run这个东西 然后你标榜之后 我充满大爱 对不对 我要对任何难民我都欢迎 或者怎么样 这一定一定出事 但是这个我理解 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比如说刘总 我问问看你 比如说有一个人 你说是非洲哪个国家 他很可怜 应不应该 你肯定说不能说不应该 对不对 应不应该移民 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 你肯定说yes 所以这个就是政治正确 有的时候吧 是一种光环之下 你很难去辩驳他 而且你很难说出口 美国后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移民的主力 不是技术移民了 是亲属移民 刚才您讲了 亲属移民带来的问题就是 他是不以技能为衡量的 那么很多人最后来就变成了吗 别人对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负担 那我个人的认为 负担也就罢了 就经济负担也就罢了 关键一点呢 你又不认可他的文化价值观 换句话说 你连他文化价值观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这个国家到这个时候就出大问题 有的人说 哇你说的话你不是中国人吗 你怎么就是说 好像是我在 你来了美国三十年 你就是美国人 你的孩子在这出生 这就是你的家 还是那句话 你要把这个国家作为你的家 你在想所有问题 你都能想明白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接受 给你的community 你就不能接受一个国家有border呢 或者有burry 墙也罢 什么栅栏也罢 或者是什么电子栅栏 它也是个栅栏嘛 也是个墙 为什么你对这个概念这么反感呢 所以我一直就不理解 所以我意思 你要做左派 你要有情怀 你要真的是言行一致才可以 你住在gated community then you say ok we don't need a border 这个就叫虚伪 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你让所有的孩子 没有选择 黑人的孩子 你送你的孩子去私立学校 这也叫虚伪 关于美国优先这个问题 我跟国内的同学debay过 他说你们川普总统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无聊 反动的这么一个看法 美国优先 我说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美国优先 我就问了 我说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说 我不是为本国公民 我的国家 我这个garment是为其他国家的公民服务的 没有啊 我说你们在那边领导人是不是说 我不是为了你们的 我是为了美国公民的 为了非洲公民的 没有啊 所以美国优先是很正常的 而且一个family肯定是family member优先 比如说我们做慈善 对不对 我经常在讲 我们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给贫困孩子的捐的钱 其实是我们捧着一碗大米饭 白米饭 对吧 我们在吃 实际上就是给了人家一粒两粒 不管你捐了三千还是五千 你想想你的房子财产是多少 你的车是多少 实际上你不管你捐多少 实际上就是一粒两厘米 这个就是人性 而且这是符合人性的 所谓高大上的东西啊 都是扯淡的东西 加州他现在在非法移民的花费上面 支出上面 占他每年的财政支出预算的10%以上 可是呢 你看今年6月份刚出台的 他们那个下一年的财政预算 他是到了 如果没引错的话 540亿的财政的赤字 所以你看他自己 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 他多有钱啊 加州人家一说就是加州有钱 对吗 可是他现在入不敷出啊 就是说他现在每年的赤字 就不能平衡 你知道在加州的居民 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工程师的比较多嘛 因为他们高收入 所以那个纾困的那些补助 他们都拿不到 都拿不到的 他们说我勤勤恳恳在这里 一个合法的公民 勤勤恳恳的做工 可是呢疫情里面 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但是我要把我自己交纳的税钱 去给这些非法移民 我当然觉得 如果他们已经在这里了呢 那你作为一个政府 也有这种博爱的同情心 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出于人道 对 但是你为什么当初就 就会有这个问题呢 上个月7月是进来了 38000个人 所以呢就是 这是逮住的 还有那个没刷到的 对吗 那个很多地方 那个边境墙没建起来 就溜出来溜进来的 就还没有抓捕到的 早期的自由主义的精神里头 它是有这个不爱 宽容多元化 这个理想的东西 而且呢 我其实呢 个人呢也不反对 我觉得这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现在这些年轻人 就是特别年轻的人 像我女儿这个年代呢 我也不怀疑 她的真挚这个东西 但是像南希·佩洛西 这么大的年龄的人 还有这个民主党 这些老的 这些所谓的政客来讲 我不认为 它是理想主义 他就是个政客 他做这个东西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选票 这些人如果他像 Joe Biden什么 他说我已经77岁了 然后呢 我代表美国的未来 就你这个年龄 都不代表美国的未来 你的生活的历程 你怎么能代表美国历程 Joe Biden说股票市场 还说Woucher 还是那个投手铁 所以他怎么能代表美国未来 他没有 所以这些人都是政客 这些人考虑的就是Vote 最受冲击的这个和非法移民这个政策 最受冲击的是美国中下层这个层面的人 他们是没有资源去和他们分的 原来比如镇上一个图书馆 你现在来了六多来十个人 他就少了十个人的份额 对不对 他已经无处可逃 但是在华尔街 硅谷啊 或者是这个 好莱坞这些 所谓的精英人士 他们是住在一个gated community 他们不受任何影响 他们反而整个这个service更好了 因为这个labor cheap 大的企业 amazon apple 他们生意更好 因为这些人要花钱嘛 你如果问 你说移民好不好 非法移民 我们该去不去 左派媒体将来会play这个role 就问 哎 海奇 你觉得这个墨西哥人 你是不是要驱逐他 他是个母亲 他怎么能看着那孩子说 要驱逐他 他根本不舍 这不符合他的那个personality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你看 美国人都支持 非法移民 我们是一个有宽容心的国家 但是他要去那些小镇上 他一看那个学校 那个拥挤 他就 他不 他不 他不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知道吧 而且谁受的最冲击 就是美国那些 中产阶级以下的那些阶层 对 而且他们那个 因为像非法移民出来打工 他们的工资都很低的嘛 对 这样你就把美国 就像刚才David说 中下层的人的薪水 也这样低了 对把他的职位就抢去了 对 要不就把他的职位给抢去了 要不就是他 也不可能那个 去跟他们去争这个薪水 所以呢 就是 我觉得这样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民主党的 就像说的那时候 民主党的大佬 我觉得他们能这样 大开边境的 拥抱这种非法移民 就是牺牲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来养他们自己的票仓 然后再来养他